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广美你说多贤惠 我就发现这个广美啊为人妻之后啊 为人妻之前就贤惠 哎真的是就是知道咱那点香 今天说哎呀文涛我从日本给你带来的陈香 对给您上香来了 就这话我不爱听了给我上香 这味这味不一样还真不一样 哎就是所以昨天我坐那个王老师那个位置 把我呛的够呛 哦 所以还是老朋友在一块聊天啊 这个放松是吧 就是说呃今天呢 这马爷也是要特别重要对吧 因为呢这个咱们今天聊的呀 可以说是故人 不不不是故去的人啊 就风雨故人来 就是就是就是说 咱们今天聊的都是咱们认识的人 嗯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谁呢 呃谁呢 王朔冯小刚 因为呢我就发现呢 这事挺有意思哈 就是说最近好像关于冯小刚话题特别多 然后呢你知道啊 连带着一个话题啊 好像有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 我注意到有两个这个微公号 现在有两篇文章 嗯 就是好像每次冯小刚出点什么事啊 一个话题啊 现在我觉得也有微公号城市网上 做的这么一个趋势 其实呢都是过去多少年的这个八卦 但是呢 哎哗这两篇文章传的到处都是 哎好像似乎就是说王朔冯小刚的关系 成了一个什么话题 所以我就说哎 马爷今天就在这来 马爷刚才有句话我记住了 说这人不能叫 人不能搁着 人不经搁 人不经搁 你搁老了 哎搁酒了成成成腊肉了 马爷就说这篇文章里哈 我为什么要找这么一段呢 我给念念 嗯 说冯小刚进入 就是都是讲当年 说冯小刚进入王朔的朋友圈后 一直处于饭局末席的地位 主要就是因为他来自普通家庭 其他人都是大院出身 王朔和叶京是邻居 住一个大院 训练总监部大院 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 位列拔布第二 郑小龙是总后大院 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马魏都出身于空军武器干校 这还真完全是胡扯 对 找你成兴 对 找你成兴 对 还有后边还说什么 虽身份不匹配 但冯小刚一直都有进步之心 对不对 你先澄清一下 他是这样啊 这个不知道他怎么把我写成武器干校呢 都是68年69年以后的事了 对 而且武器干校是打到那去流动的 对 我们是 我从小在空进大院 空进大院是第一大院 按位置算的 感觉比王朔他们高 王朔墨席 就他们那个学院 等我们再跨出十个院也到不了他们那院 因为当时呢 就新中国建立的时候部队要有位置嘛 有位置呢 当时因为北京是不是在用用旧北京城还是有争议的嘛 所以一开始想在石井山建新北京 所以现在很多特老的人还说去新北京是说的石井山 那么在这个老城和石井山之间这块空白地带就给了部队了 给了部队呢 以天安门为中心要向西推进 第一个大院就是空进大院在公主坟嘛 第一个大院空进大院 第二个是海进大院 然后依次往那边排开 就是他是根据身份 当年这个毛主席特别想见空军 所以他给空军提词都不一样 毛主席为什么想 因为吃了那个空军很多亏呀 吃亏呀 他认为空军很重要 制空权嘛 海军因为咱们 咱就没打过海战 就假如海战以后就打不成海战了嘛 打打院 所以你看他提词啊 那过去部队大院 一进门一大隐蔽 这隐蔽上一定都是毛主席的字嘛 海军就是我们一定要强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 就是一个大白话 空军的题词就牛 它是文学语言 它叫全力以赴 勿迁入侵之敌 你想想他可以搁哪儿去了 勿迁入侵之敌 对 对 所以他的这个空军 过去我们空军接电话都是 那个电话都是公用的嘛 电话一响 然后他说全力以赴 对不对 要打不上那口号 人都不给你找人 入侵之敌 全力入侵之敌 对对对空军是这个 所以空军大院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你们俩 他们这些都是 就王树那院真是在整个在这 长阶上是莫习 他问题是 咱找这组织了 咱找这组织了 他这所有的院都在都在这个 这个长阶上 哎 长阶沿线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马爷说这人不经歌 啊 我给你看看照片 还有照片呢 咱看看照片啊 这都是后来的 那个时候就是以前的王朔和冯小刚啊 然后 这个 哎 这个我觉得 这个 这些有点像剧照 冯小刚真的演戏 真的演这个角 然后你再看 哎 这是当年的 这都广美都见识了吗 赵宝刚 王朔 冯小刚 葛优 啊 葛大爷 对葛大爷 你再看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看像我吗 不像了吧 他都不经歌 这是王朔和 马卫都 你说这人经歌吗 哈哈哈 哎 刚才 马老师我觉得你现在帅 哎 那时候年轻嘛 马老师你说 年轻都这样 我还真是慧眼识珠 刚才我们那个编导就 找照片就是说 问了半天在群里 说这是马卫都吗 这个不是吧 我一眼 我说就这没眼跑不了 肯定是 哈哈哈 王朔是一个娃娃脸 哎 大圆脸 对 他当年是王朔的小说 是你是文学编辑 对 我是编辑 王朔的第一个小说集 就是他出书 那出书是天大的事啊 我是责任编辑 我都忘了 那天我翻书 一看上面写着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 叫《空中小姐》 一翻看版权页 一看责任编辑满围度 说靠牙 第一本书是我出的 就是我给他编辑 处女多 处女于小说集 对 小说集你知道 过去搞文学的人 能把自己的字 变成签字成书 那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战 哎 你再怎么成名 你出不了书 等于没有 对 而且这个书出完之后 出个文集 那级别又高了两集 对 对 那个又很高 就是当然 咱们也不是要讲 他们这个个人恩怨了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但那是我们的追求 为什么这个 我是说 哎 彩夫你对最近冯小刚 怎么这么多人聊他 他每次都会有很多人聊 因为他先聊自己嘛 就是他自己起头聊自己 其他人 就是很多的资料 实际上是从马老师和冯小刚自己的书里边出来的 就我把青春献给你那种 就是咱看的这一波的呀 其实没多少新材料 就是就整吧整吧 又是一波就起来了 因为他每一次 他是有新闻敏感的 冯小刚 就是每一次出这种事的时候 他先掀一个潮头 哎 大家就跟上潮一把他 然后就基本上 因为他微博的粉丝量比较大 他容易挑这个 一会儿骂记者 或者一会儿去报社 去找事去了 或者那种的 或者一会儿骂这个 或者骂那个的时候 大家就蹭热点嘛 现在就要蹭热点 要蹭一下他的 我咋觉得是因为 他连日两年拿了金马奖 先拿一个演员的奖 然后再拿一个最佳导演奖 我觉得 我不晓得 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 真是一个水军的文章 不是 他不管水军不水军 他有影响 主要是源于这次的 那个潘金莲的这个上映 还有跟这个王思聪的这个事 对 跟王健林 王思聪是后插进来的 现在都不用王健林出马 儿子比老子能打 那这个厉害 对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刚没有想到的 就是很冷定的又插出一个人来 他就有点不好招架 这事 因为他这个中国人很讲的这事还有个辈分 中间插出这么一个就没法说话了 所以我就后来就 对 他就不好说话 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没有话 就出现了这些微信里发的这些大八卦 我觉得这算大八卦 就是把你各种八卦传到一起写篇文 现在人呢 有的人不知呢 就看一看 看这故事 里头现在都是三分真七分假 现在所有的事都这样 还真是 比如说像那个文里边写的这个 这个冯小刚见着王朔之后的感觉 像抬头望见北斗星 那是任冯小刚自己说的 自己在书里边自己说的 这个没什么 对 这个就跟别人揭发亮了 王朔的文学地位或者文学粉丝是非常多的 就是这个他在他在王朔那个作品的顶峰期 我觉得今天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 他影响是一代人 我认为影响了相当多的一代人 我我包括我 感动啊 有的地方他写的很多情感问题非常感动 那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一般人 光美听着声吗 你跟父亲刚刚也常见的 没有那么常 住在以前住同一个院里 但没有常常见 他跟我先生 以前私交比较好 所以你就什么都不能说了 也不是 我觉得我们像这种话题都是公共话题 公共话题只要你出于工心 因为朋友之间吧都有过去都有未来 是吧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出于工心并不难谈 我说事要不然我可以不说 但是我不会出于一个私心去评判朋友 这就是我们选题的标准 就是说你看我就觉得这事啊 为什么这个事很值得一聊呢 一个是让很多不知道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 你比方说像我碰见一个就90后的 其实在你们当年这一法人里边 按照某种世俗标准来说 这个冯小刚实际算是比较功成名就的 对吧 对他是草根逆袭嘛 对就是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这种特希望最底层的人 能够上上到最上层 这是大部分人 他当年在你们那圈人里边是不是真的就是像好像跟班啊 或者培居墨西 对啊你看那个他自个的书上也在写嘛 他最初是个美工嘛 你知道中国的导演 学导演的全没戏 就是你看那导演里 学导演的只有一个大导演啊 咱说起来 这是凯歌算是 陈凯歌 剩下的 你像张艺谋学摄影的 冯小刚学美工的 姜文是学表演的 对吧 他都不是导演这事 我跟你讲 是天下最好干的一事 你想啊 现在好多人从来都没导过演 那一导卖十个亿 那叫什么煎饼侠 按什么侠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个人就说 有人拉着我说你来做导演 我说我哪能做导演 说现在导演根本不需要会 就你来了你弄个事 有人给你导 现在导演 人家告我说导演 就是比演员脸皮再厚点 就是导演 就能干了 就是你给人说就完了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事就是 你比如说一个 90后的一个大学生 他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他心目中 冯小刚是大明星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他又看这些流传的这个文 他说王硕是谁 说 对 说王硕是冯小刚的精神领袖 说当年冯小刚都是跟着王硕混的 哎就够 所以我觉得都很有名 说说这个 王硕 王硕当年真的就是 就咱们 我就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啊 就是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很难想到的 真的是说他不仅影响了冯小刚的语言 我认为他对我的语言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有一种说法叫新北京话 就是他跟老舍先生 新京味小说 新北京话 哎 就是你比如说他这里边讲到的 我就说这些文章是 这个对冯小刚啊 好像有一种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 是水军呢 还是什么 似乎人们 你比如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觉得这些文章里边表面是平平客观 实际上似乎隐含着有点暗扁冯小刚的意思 就是说暗扁一个人的方式 反正就是盘盘您的出身 你看当年你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您有这感觉吗 就是在座的这四个人里边 只有我跟冯小刚没任何关系 你肯定在这发现 我也没关系 这个肯定有过交流或者接触 我完全没有 所以我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去夸他 当然就靠你了 可以夸他 就是我其实看了那个文章是有一点反感的 因为作为一个村里来的孩子 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老提冯小刚这出身呢 就是冯小刚也没提你们 对吧 你比如我们会经常说 这个王硕买带冯小刚了 这时候就会一代人会一直说这事 说这人就是不能功患难啊 这么之类的 叶晶呢 这个拍片 那当然这个更厉害的冯库的那个角色 基本上就给影史定位了 就给冯小刚这形象 那实际上冯小刚实际上没说过他们 我就你比如查资料 你说冯小刚对王硕 我发现他不管心里边是怎么着 或者他不敢 或者说他真的是敬畏 或者他真的是崇拜 没说过 然后到拍《沸丰勿扰》的时候呢 就是要继续再合作 就是有可能一个底层出身的 或者胡同出身的人呢 他在事业上升的过程中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姿态 这也不是心胸大 但他会 他不会说我坚持一个什么东西 我跟你永远是仇 就是现在成了别人一直埋在他 他呢我就尼尔瓦唧的 就是你他找我呢 你看叶京在拍电影找我来站台 我还站 就这种 甚至有一种委屈求全在这里边放着 甚至觉得有一点小可怜在里边放着 这个就其实昭示了 就我觉得草根出身的人呢 出工程名就有多难这个事 打院子就像马老师 那不是 有这事就是说明成功 你不知道 这人成功必须得两关 最简单的两关 第一关叫谣言 就是你觉得你身上开始背负谣言了呢 我告诉你 就是你快成功了 你叫谣谣言他不来 谣言来完了 你下面得等着有强大的精神准备 有一天你要成冯小刚那地位 叫污水就来了 叫湖一盆一盆的往下泼 因为污水你挡不住 你知道吗 谣言你还可以去说说怎么回事 你这污水一盆泼过来 你这没有招架之力 像这种事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市民文化 市民文化你每个成功者背后都会被人去搭各种事情 我们现在舆论是说起来在全世界范围里是最自由的随便说 你攻击人家 你胡编乱造 有人还说我帮富婆呢 你知道吗 那当然人家说我帮有怎么发财的我帮富婆 您挺乖的 对 那我也没有希望了 我那朋友跟我说他还气得不行 后来我说我这事我都看见多少年了我都没滋生 为什么 我说我很容易证明我没有帮过富婆 是什么呢 我年轻那会儿就没富婆这东西 我上哪帮去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全中国也没一个富婆 上哪帮去 只能找外籍的 外籍的 这种小鲜肉 有的人他就嘴好屎就行 能体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是嘴好屎不是脸好屎 脸好看没有用的 这您当然强项我理解了 那不是这意思 就是他这种污水或者说造谣言 还有一个网上还有一个什么也不是谁写的 说我当年怎么上深山老林区去找股东去 被人家捆在树上三天三夜是王朔救的我 我 我先说我说我捆三天三夜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证明我身体好 你看他反应是第一对的 我就是身体好 捆他们三天三夜你们捆个试试 哪有这事 放富婆我是嘴头好 都是他这个都是你 你走在社会上 你在什么高度上 你对应的就应该接受这个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过去是因为没有这种网络就底下私传 你也听不见说什么说什么都有 我听的那种各种事 你比如说有人不知道我跟王朔冯小刚熟 过去啊过去熟 那么有人在面前说那事 我听着都这么不天谱你知道吗 比如说 比如就是瞎编嘛 有的人认为他怎么着当年怎么着 就说这种就当年的事 你没有亲历的时候你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编辑 过去就是看人家是不是说真话说假话的 那么你这事是编的和你这事是真实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王朔写小说 王朔写小说的所有的事情都能找出原型 他就是能够再现于曾经曾经有过的故事 而且他再现能力非常强 所以那时候他感动的人不是几个人 那成千上万的学生都被感动了 广美看过王朔的书吗 我真没敢看你们的那个 对他没看你比如说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孩子 对你是另一个语经理的 我08年才搬到北京来 对啊那咋子他们都过去 因为王朔的小说经常有说不过江 就是北方语系的小说 尤其是不会到台湾香港那种地方太多 而且我相信就算以我的这个文化这个背景吧 就算我看了 我相信很多东西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你最理解的就是崇尧阿姨吧 我也不看 你看过没看过吧 但是崇尧影响了很多人吧 崇尧的电影 原来有人有一阵子还说王朔是南崇尧呢 他就开意思 他影响的人多 但是你说你比如说你老公当年跟这个小刚也比较熟 你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老听他们聊 你这个台湾长大的 你现在对他们聊的这套科能意会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是属于那种男人的局 我老公的局 我基本是不参加的 你知道因为女人在男人的局里面 男人有很多话是不好说 不方便说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些老北京 这些老胖们自己在一块玩玩的开心一点 但如果说你问我就是说对小刚导演的感觉吧 我这么讲我08年搬到北京来 我跟冯导第一次接触是他的《非诚勿扰》在杭州的首映里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冯导真的是自带光环 就是他一站出来就自带光环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穿了高跟鞋 我整个人比他高出大半个头 但是就是说他那种高大上的形象就可能是 他很高大上吗 就是他 我听你讲说他的气场 那个时候那个片子又卖得这么火 就是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因为以前耳闻就觉得他是中国大导演什么的 然后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时候 真的也是给我非常高大上 旁边这个舒淇又站在旁边这样子 我就觉得哇 这个形象就非常的真的是高大上 但我后来因为我签了华仪 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冯导 但是也多半都是在台上啊什么看到他 第二次很贴身的接触的时候呢 说真的我对他的那个整个的感觉 真的是很震惊 为什么 那一次呢是在一个也在世贸天街 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先生 在世贸天街的一个私人的局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喝的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冯导正在跟我们中国的这个 他说他是怎么讲啊 他如果说他数二没有人敢说是数一的某著名企业家 哦 正在跟他就是 王建林 下说下说下说 那时候他们还没在美国敲钟呢 然后呢就开始跟他就是各种的 我那时候就是他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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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的那些内容 其实真的是蛮跌破我的眼镜 我心里就在想这么一大腕的导演 因为他肯定是投资人 我就会觉得说一个导演面对一个投资人的时候 他身段可以这么的低 而且就是他的那种微小把自己放到那么那么的微小 跟我第一次见他那种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形成这么大的反差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 人成功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真实的风耀刚 是吧 就是能屈能伸 你现在他跟这个 就说他跟王硕的这个不同 就是他能低声下气 你知道就是说 他到这个就有 我对他没有什么褒贬可言 就是我就说我亲身感觉到 有一次比如说在抽烟 就戒了烟了 后来又抽 又抽起来了 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说 他说我想想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哪哪 唯一一件事 不需要跟别人商量 自个就能决定的 就是这个抽烟了 所以我想我干嘛要戒呢 这等于为什么他爱哭呢 是不是因为好多这个心酸史啊 这你要说他爱哭 我还真就没见过他哭 我从来没见过 是吗 对对对我没见过 所以我不能随便去说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性格史啊 你比如说爱哭是一个表象吧 那有人不爱哭 这辈子没哭过 也有这种人 这人更悲催 你知道吗 你想一辈子没能哭都哭不出来 有人是永远哭不出来 他没有找没那根弦 你知道吗 所以很难 其实我理解他呀 就是说你比如说当年你们弄那个海马歌舞厅啊 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从等于最底层的美工嘛 开始干起 但是说我有一点体会到了 这冯小刚夸人是一绝 你明白吗 而且呢 我认为他夸人 有些时候也未必是出于什么畸心 因为他夸我 那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他有时候高兴了 就见人就夸 这是他的一种交际的方式 这个说会夸人呢 就是说他能 他能看透你的闪光点 你的闪光点 这个是一种观察力 不是 他们那些人 就这部作家在一起啊 他当时都不叫夸 叫举他 就是举他 举他就有一个很 这词有点狠 就举高了 他不能撤梯子 让你摔下来 然后呢 当年这种举人呢 其实把人举起来 最厉害的 其实倒是刘振云 刘振云当年我们去 这个去弄笔会嘛 就是一住住一个月 然后刘振云就说 每一道吃 上午都是该该写东西写东西 中午吃饭 然后呢 刘振云吃饭呢 就说那时候跟 他跟王硕还没那么熟 就说 呀王老师 你那小说写的好 王硕说 没什么好的 然后瞎写 然后第二天呢 又说王老师 你小说写的确实好 然后王硕说 真的写的不好 说你的小说也写不错 第三篇中午 因为天天都是那事儿嘛 刘振云还是这套课 说王老师 你小说写的真好 王硕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然后刘振云转个头 跟我说 一般人就扛不住三天 就举你 他举你是有目的的 就人呢 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中 有一种东西叫自迁 是吧 中国人在说的话 就是哪里哪里 哪里是个自迁词 是吧 是吧 有时候外国人不理解 说一敲门 说一进来 说呦 就是带太太 说你太太今天真漂亮 然后中国人说哪里哪里 外国人就不知道 你啥意思 是吧 就说哪里漂亮 说眉毛划的漂亮 嘴唇画的漂亮 就很具体 他这个夸人是王硕的小说里 对特多这种 三地公司里面有一个电影叫玩主 是根据王硕小说写的 我看那个后来我就受到影响 也老夸人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发明了一个哲学观 就是利润不损矩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 他一到公交车上就是这个 这个葛优跟那个谁呀 那个大娘你就是穿的太好了 美 大家 是吧 真的 哎呦 他们是我们今天工作做的不错 没有任何企图 就是六嘴皮子 但是所以现在咱就说到 就是说老一代的这聊的这套科 这种谈话 我现在就有时候发现 跟今天的很多这个观众 已经搭不上了 就是因为今天是个直摆 说话就直给 我们我发现 我当年也是受王硕的影响 就爱说反话 是吧 咱们都是那个 这个加强待望 寒沙摄影的 那是一种乐趣 就是说这个拐着弯啊 就是乐趣 可是我今天就发现 有一部分观众 接不到 他接不到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话呀 是要反着说 你比如说上次 我就说那个徐浩峰 北京大学院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教授 他说写剧本 他说我们当年写剧本 老师讲的是说啊 你要说爱一个人 你就应该说你恨一个人 就你得反着说 他说但是今天 我们交个剧本上去 这个投资人 或者制片人就是说 直说你爱他 要不观众听不懂 他说什么时候 就说话变成了一个 非得只给 就是任何的一个技巧啊 或者这种 这种反着说的这套啊 就有点过去 过去有一个叫潜台词嘛 台词后面是潜台词的 台词以下的 所以这个话说完了 是下面还有一部分 他才觉得有文学的 那个玄妙 我没办法 中国人着急 不是着急 就是一个极空近利的社会 所以呢 电影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节奏太快 所以我在一个挺远的距离上 观察这个冯小刚啊 我可能是胡说啊 我也不了解 很远的距离上观察他 我就觉得呢 他最早呢 是把自己身段放得特别低 对吧 就是电影嘛 咱们就是票房嘛 为了观众嘛 弄一乐嘛 然后就是也肯为了电影通过审查呀 拿到资金呢 求人呢 很多人情世故 我觉得他都愿意付出 其实而且他精于此道 我认为他这个 这方面非常精 但是呢 到了这么一个时候 一方面呢 是自己呢 也挣够钱了吧 对吧 再一方面呢 这个就是说 你看一切的语境都在变化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 他也开始 有点释放自己的意思 还是说 哥们我就这样了 我也不 我也不委屈求全了 对吧 我也可以 是不是有点不委屈求全的资本了 他是不是现在有点这种表现呢 对 他这个一个 我觉得他有一个节点 就是他拍1942 这个在拍1942之前 他没有 就在票房上没有失守 他当时是票房的保证 而且是票房的票房王嘛 对 那么1942呢 他是请住了很大的这个心力 而且这个事拖得很长 很不容易拍成 很不容易通审 那是我认为在中国电影史上 是将来会留有一笔的 就是他有些片子不会 像《非诚勿扰》这种商业片 他倒不会什么 就说说就拉倒了 但是像这个1942这样的片子 就无论你票房是什么样子 无论有没有人看 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 肯定是很重要的 我们建国以来 就很难拍到这样的片子 我当时还是很发自内心 写过几篇文章 就去说这个片子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但是呢 他因为他这个就是 所有的导演的妥协 就是他拍完这个片子 这片子艺术上什么都没有问题吧 包括表演 包括国立他们都挺努力的 但是完了以后 因为赔钱嘛 他又因为上市公司嘛 又得再排个赚钱的嘛 就跟着就拍那个飞二 最正的《勿扰》二 飞二就比飞一明显的不如 但是呢 他也能捞到一部分钱 那个拍着便宜 这么好卖 也三四亿 所有的导演都有这种事 你像大导演 你像大导演张艺谋 就你说 就我觉得像他拍三枪这样的 都是自个儿毁自个儿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导演 他不应该去就谋求这种商业利益 可是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 没有办法 张艺谋那个呢 因为我采访过他 就是问过三枪 也是背后另外那一张 让拍的 对就是 就是屈服于资金嘛 对 屈服于这个金钱 我怎么感觉他们这一帆的导演呢 都有种找出路的感觉 就是说 他拍 你比如说 你像这个国外要说一导演 他拍什么 你觉得他就一辈子老拍这个 但是你看中国这些导演 好像都是有点啊 我弄一个喜剧片 我弄一商业片 我弄一艺术片 似乎你觉得 他总是 这也算是不满足于自己吧 你还是名主持人比较会说话 你看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他们是找出路 你要让我说 就是他们全没出路了 是吧 因为这一代人 就是 就是 第几代呢算 第五代 第五代吧 第五代 第五代也没戏了 为什么 今天的这个观众 他们一开始啊 他们特别想培养 这个新观众 就80后 90后 甚至00后 这帮人原来不进电影院 你个电影 都是 都是我们这种人去看 后来他们 把他们给 框到电影院以后呢 你那电影他不看 所以你费劲白费劲 你觉得那个特别特别恶心的电影 咱们就不能点名啊 点名伤人 那电影我都看过 我经常看一些特恶心的电影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在那个飞机上 尤其长远途飞机 我就专门掉出来要看看 要不然不了解 那片子拍的那么烂 但是他票房很好 那么会导致所有的 就是新型导演出现 我们有很多新型 我刚才为什么说那导演好干呢 那种人都能当导演 那谁都能当导演 对不对 那么拍成那种烂片子 但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 就导致了这些大导演就没有出路了 今天市场变了 市场变了 诶 广美呢 你看电影吗 现在还 看 但是我看不了烂片 你看不了吧 那我刚才就飞机上 对 飞机上是看烂片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找出路 我觉得我还是赞成找 不见得没出路 我觉得当导演 她是不可能 她找出路也可以 我告诉你 他们肯定没出路了 就是她说话 就没有戏了 那你看李安的偏锋 也是变来变去 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 我的感觉 就是说 它还有个工业的问题 你知道中国 我认为到今天 没有脱离得了江湖 我说的江湖 是一种制作方式 比方说你看 美国的导演 为什么不怕老 他是个好莱坞电影工业 你知道吗 就是说服装 这方面 他比你导演更专业吧 他不怕老 因为他的一个工业 在更新换代 在更新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是中国导演 你看 我不是成逢岛不弃 我不在那也压疑 我也客串过一下吗 我当时就有个很深的印象 我说 我这导演 你说容易干的 我说太累了 我就经常 我就记得 这封小康特有意思 我在节目里也讲过 就是说 拍一个场模特表演的戏 走秀 花花花衣服出来了 这位封小康坐我旁边说 说这衣服太丑了 这个服装哪找的 你什么 就 他对 他的导演 他能觉得这个工业 或者说 到这个 拍一场酒吧的戏 然后你过一会 你就听着封小康那边 就骂起来了 这他妈 谁拿的酒啊 谁在那高级酒吧 给这女孩喝扎皮啊 然后他就是 你把他 他就是说中国的导演 你发现没有 成功就靠一个人 因为你这个周边的工业不行 他这一个人 什么都得管着 因此这个人要颓了 或者这个人 要有所老化了 整个你就颓了 因为你这个工业水平跟不上 对 那你说 你比如说 咱们再说一导演 小导演 新导演 叫郭敬明 拍了那个 小时代 小时代吧 反正那种片子 我还看了呢 我还说呢 我说这片子拍挺好的 中国电影史上将来有一笔 有一笔 为什么 你拍这个时代 最为不贴朴的奢华 就得拿这片子说事 你别的你还没有 他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 他真代表这个时代 代表这个混乱的时代 混乱的时代 你得有几部混乱的作品 拿出来给大家看吧 他有价值 而且郭敬明也过时了 好像郭敬明最近的一个电影 你想他都过时了 他都过时了 对 对 所以他这个 现在被淘汰率太高 所以其实我就说 你讲王朔冯小方 其实不是讲他们俩怎么着 而是选择 我就记得当年王朔 上千千三人行 有件事给我印象就很深 他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请人的编导叫毕丰 毕丰 然后我说 找王朔 他倒愿意来 但是呢 他就跟毕丰说 是他请我吗 毕丰说是啊 是他请我 他怎么自个不给我打电话 对吗 怎么让你打电话 王朔冯小方 怎么让你打电话呢 那是他请我吗 让真心他请我 他应该找我 我一听这个 我就赶快就君子给他打电话 对 没有他可不是摆拿架子 他只是判断这事真真假 他就这样人 哎 这话你刚才学的太准了 就是他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有些时候哈 你在王朔身上你会看到啊 就是他就好像五哥们我就不妥协了 我就不变了 哪怕我就等等于是一种类似于隐居的状态 是吧 出那一趟就把你们吓死 对他其实我觉得王朔他还特别保留了作家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这个挺难得的 就是一种本真的东西 第一不媚上 就我宁肯不干了 第二呢 刘俗是他那小说一开始就是刘俗的 一开始文学界一开始都不承认他 他是纯文学 说他是个通俗小说作家 对对 就我们国家挺奇怪的 把这文学非要弄一刀切开 一个叫纯文学 一个叫通俗文学 画到通俗文学那边就就就就敌人一等过去啊 80年代30年前 所以王朔其实我我因为这过来了嘛 这几十年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他这样作家挺难得的 挺难得就真的保持了作家的一个基本尊严 我说很准确基本尊严是有的 我看我们现在好多作家里没有基本尊严 你知道这就就就别当作家了 真的我看那个就现在这文章就不是真的假的 但是说我说挺有意思 说他写这个我的千岁寒的时候 他那个门口父亲住在修行车的 他呢每回回家一看就说的我说的他这事 你这真是对 那也是那也是哥出摘的摘到吗 说的他那就真是 他真是他他天天那个家门口有个修修行车的补车带什么的 他天天看着他他烦 他就他就开始纠结嘛 纠结呢他就得想办法让他走 然后他就过去说你你挣多少钱 就是跟人贫嘛 那不是挣多少钱 他说我给你三万块钱你能走了吗 那人觉得他哪有这事 他回家拿三万块钱就给他 给他这人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还纠结 他说他会不会回来 我说他不会回来 他说为什么不回来 我说他回来他怕你跟他要钱 然后说在那账上就三万块钱 对他就三 他那不是就三万 他大概三万零个几万块 他说三万就是他有这钱 他当时有五万 他肯定就说五万块钱你走不走 他肯定是这个 他就三万多一点 我有一朋友他也给过钱 那个吴峰飞唱歌的 有一次吴峰飞说就是我这出唱片 不是不是出专辑出不了 我说也不认识 我这就让我去找他 见面给我五万块钱 出专辑去吧 他比较就是有点作家的天生的素质 像这些事都是作家干的出来 如果就另外一种作家干不出来 那都不是纯粹的作家 这作家能干这事 你视金钱如粪土 尤其视别人的金钱为粪土 马爷你给个结论吧 你觉得就说这俩人的关系 让你有什么领悟吧 或者感触 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相互利用 你比如说 你不能说是冯小刚利用王硕 王硕也当时利用冯小刚去通过影视这个途径 去宣传 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影视是没人写的 大家认为你要是个剧作家很丢人 你得是作家剧作家地位低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写剧本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这个影视剧有影响呢 其实还是可望开始 可望当时是那个执笔的叫李小明 他五十多级 那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把自己写残配了 那我记得 太他妈苦了 那时候是在一个无望的情况下写这本子 不像你现在 现在作家多牛 都是你得把钱先打我帐上 我才能动笔 那过去都是先写 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可望播出以后 那个王硕还是挺敏感的 他就说 因为他是个通俗的东西 可望是个通俗的东西 他写小说也是比较通俗的 就说这电视剧将来的影响力会非常的大 那时候再加上港台 很多电视剧也引进 所以当这个佛小刚找他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他们就比较远了 因为我跟文学就好过十年 十年以后 海马购听你不是其中的人吗 对 海马购听是我最后在这个 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 弄完那事我就彻底的离开这个文学和影视了 彻底离开了 我不太喜欢那种分杂的生活 那么他们俩之间一开始就是相互利用 利用 我这个利用是中性词汇 不是一个贬义词 不是就是要利用 那咱俩也相互利用 我让你帮我去主持一个二十周间庆典 那我肯定利用你 我利用您多一些 对 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说明你互相有价值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说俩人全是没有利用关系 俩人全是哥们 这都是在胡扯 但是就说你们那个时候大院子弟这么一直混起来的 有没有这种掰了的 太多了 你没有商业利益 你就不会掰 你知道你有商业利益 只要有稍微有一点过不去的就掰了 仅仅是商业利益 全部是理念 做人 没那事 所有人都为钱 理念没什么 过去还有一种掰 就是你把女朋友搞了就掰了 现在这种事搞了就搞了 说我这不知道怎么脱手 让你给搞了 这他倒不会了 就是商业 你看掰了的一定是跟钱有关 咱们都公开的 咱们只能说公开的 不能说不公开的 你比如说二张的 刚才说张一谋和张什么张伟平 张伟平 张伟平 那掰了 那肯定是跟商业有关 那也都不用问 没有理想 几年没给他钱 对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 你到现在你觉得存在不存在一种年少哥们老来伴的现象 会会就是当所有的商业的东西全都没了 就是这个历尽杰拨兄弟在吗 相逢一笑 面安愁 卢迅写的好 好好好 行马爷给归结的好 谢谢 谢谢 到点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 叫《空中小姐》 王硕和叶晶是邻居 住一个大院 郑小龙是总后大院 全称中人民军军总后勤部 马卫都出身于空军武器干销 这台就完全是覆车 我从小在空军大院 空军大院是第一大院 海马购物厅你不是其中的人吗 对 海马购物厅是我最后在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 这是第五代呢算了 第五代 第五代 第五代没去了 你比如说上次我就说那个徐浩峰北战电学院那个教授 每个人都在对他没来 这两两阴 还准备一样 这个阴价 黄备我 不是 很舒服 如果有什么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